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次不是用核弹 而是用核电厂去作出核的破坏 究竟这个潜藏的核弹爆起来之后 又会对生态啊 对当地的人啊 或者就对之后后世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都和大家讨论一下了 大家记得 帮忙给我们两个台 包括军武器言和科学生之两边 继续给点赞 还有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先跟陈博士聊聊天 陈博士你好 Larry你好 大家好 是的 陈博士 你说起 这件事其实都是谱数迷离的 因为最近就有说到 包括核电厂的问题 但是你可不可以简单和我们都说一下 包括如果你说俄罗斯 它用到核弹来做核爆 还有就是搞核电厂 两种的核事故呢 即是出到来的情况是如何呢? 还有 我想很多网友也未必说 十分之清楚地说在几十年前 如果真的地球有发生的事故呢? 其实就有几样了 如果真正的战争发生的呢? 其实都是讲讲广岛和长期 如果这次真的 无论是核弹攻击乌克兰本土 或者是我们说是核电厂爆起来 有没有说其实它们的分别 或者是大家互相的破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这里很值得有一些科学知识去比较一下 那个广岛长期的核弹 还有如果是由核电厂事故出来的影响 就是整个意外发生的形式 还有意外之后的影响呢? 是的而且确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 千万不要以为呢? 我们搞烂了核电厂 就会出一个好像广岛长期 或者其他核弹的形式的一个蘑菇云核爆 那我就会说通常就不是这么发生的 我记得我和Leary你做节目的其他的节目都有提到 尤其是有一次我们讲到如果那个扎波罗热核电厂出事的时候 对那个生态环境的破坏 那我们有提到一点点的 但是在这里你问到如果俄罗斯是用到核弹去 直接去用自己的核处备的核弹去做轰炸 和他尝试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那里去制造一个核洩漏的意外 出来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呢? 那这里我就是很简单的开头先 那我就会说 你用常规核弹去炸呢? 就好像你看到历史的那些片段那样 一个蘑菇云出来 然后杀时间整个城市移为平地 然后就在一个方圆几十公里范围之内的人和建筑物都烂了 还有人都死了 然后受了很高辐射的人 会在陆陆续续在这个核爆发生之后的第一天 到几十年之后都是受到影响 那如果是一个核洩漏的话呢 你就会参考赤尔诺贝尔那个事件 在场可能也会有一个小小的爆炸发生 但是呢 最后那个影响呢 就是可以很绵长的 那我们看到那个情况呢 大约就会是这样 那就是说 如果是 我们讲到一些核事故 主要呢 有些就立即死亡了 那有些呢 就可以延后到很多很长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说我们去看港岛啊 就是你说去到长期啊 其实你说 事故这么多年都七十多年了 那现在的人呢 其实传门下去呢 其实有时候反过来 你不说你又不知道呢 就是这两个城市遭受过 就是这样的灭定之灾啊 当时呢 所以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其实就是 就是这些的违禍呢 虽然都会有啦 但是其实都是在说一代人 甚至乎两代人就完 那有没有就是说到现在 就是这些核事故 核灾难可以去到很恐怖啊 或者是就是那个延绵的效果呢 其实就远超大家想象的 那这里又做一个的比较啊 廣岛长期 在那个1945年的元爆到现在 已经是七十几八十年都来着了 你现在再去廣岛长期 你不用担心辐射 当然你都会听到 看到很多的故事 可能一些经历过那代的人 就是经历过那时故的人 现在都很老了 但是他们很多的亲人 是几十年间受到很长期的疾病折磨 最开始如果是有祖宗 是直接经历过这个元爆的 那当然是那个受伤很严重 或者已经是根本死了了 但是几十年来他受到那个疾病 就是由那个辐射引起的癌症的折磨 也都有相当之多的人 就是你说如果说是长期这个地方 它爆的那一刻死了几万人 然后但是呢 受到辐射影响折磨的人是三倍 因为那个辐射延后来的延绵影响的人 死亡的人数 还会比原先炸死的人多好几倍 广岛的情况也是一样 但是你会看到 无论是广岛和长期都好 因为今时今日呢 那个辐射量就回归正常水平 其实很有趣啊 你如果用纯粹 我不理人命的伤亡 我纯粹看那个现场的辐射的变化呢 基本上你去到广岛和长期沿爆之后的一个星期 那么你已经看到在场的那个辐射是跌了 跌了很多 比起原先可能是第一天来说 是跌了一千倍都有的 然后呢 再过多好几个星期呢 你基本上已经看到广岛和长期的那个现场辐射 已经是 它会比周围正常高大 已经不是一个去到很危害的程度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 就跟我们在那个见到赤爾诺贝尔 就是一些是核电厂 或者甚至乎你现在的幅度也是 你都还会有一个的地方呢 就是千万不能走进去 甚至乎最好是盖住它 然后还是几十年来都不要有人靠近 那么所以你会看到就是 对于那些核电厂事故来说 就是几十年或几百年甚至几千年 都会有一个生人密近的地方 但是在广岛长期这些发生过 袁爆的地方呢 你会发觉就是 那个辐射的水平呢 可以是以几个星期之内就回复了正常 那么这些其实就有很大的分别在这里 但是我会说两者 怎样都好 对于那个环境 可能你看到的影响也不同 但是对于那个人的影响呢 都会是以很多代去算 就是广岛和长期的那个 你可能今天看回 已经不会再有新的受害者了 但是如果是在核电厂事故的地方呢 足够近的地方的人 你只要再接触到中间那个的核电厂 那堆这样的复射源呢 都会有人去受到影响 或者还会是说你不靠近 但是它如果有东西洩漏出来 影响到那个水和食物的时候呢 就都会有人去继续去受影响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看到福岛那里呢 甚至乎和赤爾諾貝尔呢 都要是控制那个现场洩漏 控制得很好 是啊 所以都明显看到呢 就是那个核事故呢 都要和那个环境本身呢 就结合 包括你说可能空头的核弹那样 可能呢 就没有深入到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自然环境里面 如果空气里面呢 就是有效地把它稀释呢 那最后一件事会好些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和水啊 和泥土啊 就是这些这样的结合了 就是可能和其他有机物呢 结合了呢 那可能那个危害呢 就会做到很大啊 所以就博士这么说 就是如果真是俄罗斯呢 就是它用核弹 战术核武也好 战略核武也好 去攻击呢 很难本土啊 可以这么说呢 其实就 就是如果用核弹去攻击呢 那当然第一个就明显了 就是一个政治责任 就是一定就是俄罗斯的了 就没有了 乌克兰自己的核弹爆了 不可能了 但是如果用核电厂的事故 会不会其实它带出来的效果 就会比核弹更加恐怖呢 我会认为是的 首先 你也出了一点 就是如果它正式是用常规的那些核弹呢 基本上就告诉别人 它率先用核武 那于是乎呢 世界上很多拥有其他核武的国家 它就已经有正当性可以一起用的了 其实就是 就是 所以为什么说 就是用那个常规核武 是很 那个后果是很麻烦很大 而且它那个影响是相对比较是一时的 就是好像你讲到和长期 它那个的核爆 最后就是那些辐射层 对于现场的污染 是以几个星期几个月计就可以清除 那当然对人员的那个影响可以是很多年 但是呢 如果你用回破坏核电厂的手段 你是可以既把那个地方 在香港废了很多年 就是说上百年上千年可以废了那个地方 而且也可以是有一定的人缘的伤亡 那所以呢 你说如果呢 作为一个真是很狡猾的国家 想要去用到核来去威胁人呢 它透过去拿了别人的核电厂 破坏别人的核电厂 来去敲乍勒索 是一个 就是他们很容易会倾向用的战略 反而用常规核武呢 对他们来说那个责任负担很大 那这里容许我多说一点 就是说 那为什么可以造成一个分别呢 那这里要讲一些科学一点的东西 就是呢 如果你是用一个常规的核弹 放在一个城市上空某个高度这样去爆 就是比如广东和长崎呢 它是吊了在离地面1800呎那里爆的 它为什么要拿1800呎呢 就是认为在这个高度里面 对爆出来的冲击波 是对于下面那个建筑物和人 可以给出来的威力是最大的 就是如果你等到它撞在地面才来爆呢 打横出去的冲击波呢 你发觉就会受到 就是很容易受到 当时的地形环境去影响 你反而在离地高一点爆下去呢 于是一次过能够覆盖到那个地方 感受到威力的地方呢 就会大很多 但是呢 换来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你这些核弹的核爆呢 因为它设计的时候呢 就希望想将那个威力 在一个最短最短的时间之内 一次过发放出来 所以它的影响相对 对环境的影响相对是短促的 于是乎隔了几个礼拜之后呢 在这个现场里已经没有什么 很多是已经有气化了 或者被大气带走了 吹走了 就不是说 继续有一些很高的辐射 激量的东西集中在一个地方 长期不散 就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它是想设计出来 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一次发放出来 核电厂就不同了 就是一直有个反应 它设计出来 就不是为了气化 不是为了爆的 而是为了很有秩序地 是慢慢捏着私放出来的 所以那些东西等于 你放在这里 突然一打开的盖 它自己没有散开 它就一直在那里 就是你看到 赤爾諾貝尔核电厂的反应堆 里面那些燃料炮 就一直在那里 它自己 虽然有个小小的化学性爆炸 将这个盖打开了 但是里面那些这样的 有反应堆那些核原料 就继续裸露在中心的位置 就没有散开 所以就继续形成了一个很高辐射的中心 在这里发放着辐射 就对这个燃墙周围 造成了一个很长期的影响 另外一个也需要知道 就是那个量的问题 广州和长期他们用到的那些不元素也好 或者有元素也好 是以几十公斤级数计 那里面那些有元素多的 就是一百几十公斤 但是如果你说苏联赤伊洛贝尔 就是今天在乌克兰的位置 它当时在运作的核原料棒里面 就是以千吨去计算的燃料棒 所以就不是说只有一百 或者几十个公斤那么少 所以它真的集中了 有放射性的量 那些物料的量是很多的 你可以想象 扎波罗尔这个核电厂 是比起赤洛贝尔的级数更加高的 它里面有的核原料棒的量 一定是远远更加多 把罐头打开盖子的时候 拿露了 令到核开始洩漏的时候 那个影响是更加长的 辐射量也都更加高 也都更加软 所以就会对于可能是 方圆以百公里计范围来 都永远不能再进入 可能会出现一种这样的情况 可以这么说 它赢不了 就算是俄罗斯赢不了这场战争 它在乌克兰的境内 制造了一个长期难以收拾 基本上是永远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它就觉得这件事对它来说 就赢得盡了 但是当然了 这件事是非常不道德的 嗯 所以听陈博士这样说 如果它用核电厂做一个筹码 做一个武器 因为那个后果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 你知我知 那问题是你做不做的 所以就会有很多 我相信大家都去查 俄罗斯它在这些核电厂 现在做些什么 包括很多卫星在盯着 但是呢 在乌克兰的军程局呢 的消息都说 它现在在那些核粉应堆那里做事的了 包括呢 就是一些冷却池到买累啊 甚至乎呢 我现在都说呢 那些呢 就是那些顶的位 那些 那些全部的天花板 顶啊 那些位 放些东西下去 那些不明的物体 那它又不可以说那些什么 那些不明的物体呢 就出现了呢 在这些顶上面 那我这样说 那所以就 博士你觉得它如果去 製造事故 可以有些什么方式呢 那 那当然啦 我相信它那些方式 是不是其实又是 就是做到整件事是 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啊 又或者呢 是又想做到一些 我们经常说的危期事件 那嘛 好像说到是乌克兰人座 那自己就在暗角上 就收起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最后引爆啊 或者它触发到的事情 那样去做法呢 嗯 你讲到危期事件 就由这里开始讲起先了 如果 它要做到一个危期事件的效果 那最好就是 好像有 扮到就是说 现场受到炸弹去轟击 那 于是乎 你说很自然地想到 它是一个 可以在上空表面 看到的地方 去放一些炸弹去爆了去 然后爆出来说呢 这个爆炸是由 乌克兰那边的武器去造成的 那这样东西 最后能不能够去引发到整个核事漏呢 这样 看一下你炸的是什么部分 如果你是放在整个核反应堆 那个 古葬物体的上面的话呢 出来的新闻效果是最爆炸性的 因为就是说你直接炸中了一个反应堆的意思 但是这个反应堆是否这么容易 让你把炸弹放在它的盖上 就炸烂了 令到里面的东西裸露呢 那你就要想一下了 你需要用到的那个炸弱量要很大 那你问我呢 如果你说纯粹一个危期行动 说它扮成是有乌克兰去襲击一下电厂呢 把炸弹放在那个反应堆上面的盖上 爆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甚至乎爆了之后呢 你只要那个炸弱量控制得好呢 就不会影响到里面包住反应堆的 那堆这样的包装结构呢 那基本上就不会有洩漏 但是也都会做到的效果就是说 那个核电厂受到攻击 这个似乎就是他们曾经想过的一个策略来的 但是如果它是真是处心積累 想放炸弹来去破坏呢 那我记得跟你去做的先前另外一节都讲过的 去攻击那个维持它正常温度的系统 是其中一个的弱点 比如说断绝它的冷却水的供应 可以就是说把水倒掉 不让它有新水来 或者就是说它帮冷却水进去的那个泵 你弄坏了它 或者就是你直接不让电去给它那个泵来运作 或者也都炸烂了它这个供电系统 现在看到很危险的东西就是说有消息指 那个冷却系统是用后备电力系统 来继续供电维持运作的 它脱离了正常的供电系统 来给它正常地冷却 现在就由后备电源给它正常地冷却 那究竟这些东西还用得多久 什么时候坏了 有没有一个再后后备的来补充呢? 不知道 所以我会说 那个潜在的危机 我大概会是这样的 嗯 因为用到后备呢 其实都很危险的了 就是我们观察 那他们 就是 通常我们说 在现在那个 乌克兰的国有那个电力公司 Ana Goddam 就 他们的员工都很难休息到 轮班 很虐待的去上班 但是他们都很盡力守住核电厂的 他们都知道 有什么依族呢? 真是家园尽围 那种情况的 所以就 我想来到这里 大家都应该都比较清楚 就是无论核弹 和核电厂的事故 那 都是会造成大量的人命 和那个环境的破坏 那一定是 所以我们都祝愿 这个核电厂 那双方都冷静了 尤其是俄罗斯那边 那 都有传出 就是 双方都指责对方 可能是在短时间内 会发动 就是那个 核电厂的攻击等等的东西 那都要冷静 那还有整件事 就是怎么可以和平解决落幕呢? 那我想就整件事情 就会最好了 好 那我们这一节 就是这里 那大家记得帮忙 那 subscribe 和记得 也都按like 支持包括金武器言 和科学新知 我们两个频道 好 多谢石博士 好 那我们就在其他的节目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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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